曾經封場超過兩年 令到露營愛好者都要靈命新歡 在政府和私人場地以外 發掘俗稱X位的非正式露營場地 我們發現大墓山山頂附近有人答應 疫情封關之後 開始在本地找X位露營的Anson 就說政府場地無法滿足他 狗曬開揚 因為我喜歡看日出日落 政府那時真的對外沒有甚麼靠力 哇,門口已經有個大墳墓 然後進去陰陰深深,全部都是牛 沒有人在,只有一個、兩個人 然後全部都是牛,牛屎、牛 露營人士會在山上 物色一些不容易前往 同時比較隱蔽的位置露營 發掘為X位 所以在郊藝公園 這些不可以露營的地方 都會看到露營愛好者的痕跡 大墓山聯望台附近這裏 同樣不是合法露營的場地 但是都可以見到露營的痕跡 地下有燒淨的碳 和留下的膠瓶 不過,曾經在X位露營的James 在政府營地重開之後 就選擇重返政府營地露營 有試過,但是一般的 不好,其實真的不應該 你現在不用什麼 只是塔門已經散了 整個塔門已經 也有行山人士見過 有人在X位露營 沒有影響 它有它的地區 我們有我們的露營 其實現在香港 你有一個地方去放電 我覺得不好 不用這麼執著 如果又是污染 更加影響我們 我也想反映一下這些 大家在這裏享受大自然 寫明不可以的 你就在這裏這樣做這些 漁護署今年上半年 就交野公園違規露營 作出182宗檢控 有議員認為 執法未能完全解決非法露營問題 政府應該解釋 和教育非法露營的相關條例和法則 政府這些 就要明白 那些營友 他們的感受 為什麼人家會 以身是法都要做呢 我們這麼多交野公園 可不可以製造一些 有美景的 製造一些措施在那裏 不是很貴的 他又建議政府 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 積極改善設施和配套 吸引市民去到政府營地露營 廣播新聞網記者 曾這樣報道